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一部份讲了 现在讲完后面的一部份 此菩萨行事 十方世界一切震动 当地动处各有五百亿宝花 一一宝花 庄严高显 如极乐世界 此菩萨坐时 七宝各土一时动摇 从下方金刚佛策 乃至上方光明王佛策 与其中间无量尘数 分身无量受佛 分身观世音大世智 皆色混习极乐觉土 冲失在空中坐莲花台 演说妙法 道苦众生 当菩萨行的时候 when the bodhisattva is walking 即是行的时候 十方世界都震动 这个震动是 因为行的时候有动向 动向一动 动向一右的时候 他的energy就开始动 就会产生动那种的能量 这个动的能量不是毁坏性的震动 这个动的能量是一种 spiritual movement 即是这种能量 挥发出去 是能够挥发到 光 挥发到 不但之光 还有不同的颜色 而且还有很多 情况呈现在中间 当这位菩萨坐的时候 行的时候就动 坐的时候就静 静的时候是怎样 七宝角土一一 动摇 七宝角土坐的时候也有vibration 也有能量的挥发 能量的挥发 怎样去描述它 是一种 很负想象力的一个观想 从下方金刚佛察 从下方的金刚佛察 至上方的光明王佛察 即是地点来说 当然因为世界是无量的 既然世界是无量的 下之下还有下 下又还有下 你也要start from somewhere 什么时候 下方距离最多 下方是金刚佛察 我在这一点 看凡文的翻译 凡文的翻译也说 from the lower golden light Buddha 有个Buddha叫做 Golden light Buddha 就是金刚佛 再上方是光明王佛 又叫做 King of light Buddha 在这两者之间 里面 有无数佛土 你知道 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佛土 其实三千大千世界 是无量无边 只是 无量无边之中 你也要说 不是无量无边 怎样是无量无边 这就冠于三千大千世界 你知道 一个小千世界 以前已经说过 一日一月 中间有衰眉山 我有四周 七重山 七重海 四周 东南西北 东盛神周 南禅步周 北区牢周 西牛货周 再蓋以六欲天 四天皇天 刀利天 耶摩天 法乐兜率天 他化智在天 他化智在天 仲蓋以初禅 成为一个小千世界 初禅是统治这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再灌以二禅 就是第二个小千世界 第三个小千世界 再灌以 多亦的禅 去到乃至 第四禅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只是有分量地说 其实在下方的金光佛策 至上方的光明王佛策 与其中间有无量受法 分身的观世音菩萨 分身的大士教菩萨 都云集在极乐国土里面 都显然显说妙法 广道众生 这些是分身的 法文就是 Incarnate 或者它有 Literally Divided Oh Divided int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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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s Reincarnate 这不是说轮回 Incarnate 分身无数 法菩萨众亦无边 即是 法无量的菩萨 亦都有无量的观世音菩萨 无量的无量受法 无量的大世智菩萨 花佛 花菩萨 呈现其中 或者是否充满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是要去观赏的 作此观者 命为观见大世智菩萨 视为观大世智的色相 观止菩萨者 命为第十一观 这个就是第十一观 能够 别无数的劫 亦可憎其生死之罪 作观者 不处包胎 上有诸佛 静妙国土 事上作这个观 他将来一定不会处于包胎 处于包胎是怎样 你知道 我们《金刚经》里面也有说 若濕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全部是生死轮回的众生 都是用这些 有一部分是包胎 有一部分是濕胎 等等 这个不会处于包胎 不会再生死六度轮回 是莲花化身 是化胎 莲花化身不是包胎 包胎肯定 人生出来的包胎肯定 就是人道的六度轮回 他就超越六度轮回 此观乘以 名为巨足 观世音及大世智 作识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这就是观 大世智菩萨 第十一观 已经大致讲完了 第十观观世音菩萨 观观世音菩萨 第十一观观大世智菩萨 大世智菩萨和观音菩萨 在释迪佛 所讲的经里面 都有讲到这两位菩萨 是如何修正祷法门 他修正祷法门的方法 都有讲到 当我先上几堂讲 观世音菩萨的观 我就没有将 观世音菩萨的念佛方法 以根源通介绍出来 我是有原因的 我想等大世智菩萨 讲了 然后两位菩萨 念佛的方法 是怎样的 作为一个 比较 我上次已经提过 两位菩萨所受的 念佛三枚都有 异曲同工之妙 All have the same goal Different methods Slightly but the same goal 我们先讲大世智菩萨如何修 大世智菩萨如何念佛 我们再与观音菩萨的念佛方法 作为一个比较 如果大家在座 有很多 说我很喜欢研究其他经典 你有没有探讨过《灵验经》 如果你将 观音菩萨的《二根源通》 和大世智菩萨的 《根大源通》 都了解 也曾涉猎过《灵验经》 为什麽呢 你也叫做明白里面有少许内容 《灵验经》里面有一卷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叫做卷五 卷五的时候就讲二十五位大菩萨 大阿罗汉的修行方法 叫做二十五元通的法门 一一这些大菩萨 例如 《弥验菩萨》 《大阿罗汉》 《尊者》 都介绍这些 就是二十五种方法 二十五种方法里面 通常我们世俗的人就讲 二十五种 二十五种哪种好 哪种适合 我们世俗人就当然是世俗的讲法 世俗人讲世俗的讲法 我们怎样是世俗的讲法 其中大世智菩萨的根大念佛方法 以及观世音菩萨的 以根元通方法 其他的方法 都大概没有这两种方法 那么适合我们 愿佛提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 因此喜讯论就讲了 当知如来有性方便 以专意念佛因缘 随愿得生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恶道 他性方便就是指念佛三回 凡是修念佛法门的人 二根观想 舌根清浩 眼根见到佛身 身根清静 被舌二根 通作念佛 六根元念 为之 都舌六根 一心念佛 念念成静 为之静念相继 二十五位元通 我们说 什么叫二十五位元通 二十五 就是 六根 六尘 六色 十八戒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六尘 色色肯未触法 六色 眼色意识 鼻色身色意识 等等 六根对六尘 产生六色 十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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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二十五 再加七大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根大 色大 这就是 二十五种 修行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 从这二十五种的修行方法 大概得到一个启示 大概 在这裏讲多一点 别笑 这二十五种方法里面 全部这十八戒 是说什么 都是说人 对外界的感觉 你的sense organs 六根 你的six externalities 外界 six consciousness 全部是说人 怎么收的 是不是很贴切 这个七大就是怎样 说整个宇宙人生里面的必须要知道的东西 他所成立宇宙人生的不过是地水火风空色根 是否已经包括他在一起 佛法原来是他这麽概括性的 不是片面的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启示 如果大家真的要慢慢要去探讨 还要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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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现在不如归立 大西枝菩萨 和观世音菩萨 这两个修行的方法 《灵验经》的介绍 摆在哪里 有二十五位 摆在哪里 我们俗人是这样想的 我们什么是 压俗好戏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 凤身好的东西 最后两场出场 就是这麽奇怪 就是这麽特别 第十四就是大世智菩萨的 根大圆通修行方法 第十六最后就是 观世音菩萨的《以根圆通》 两位大菩萨都是压俗好戏里面 开显了《灵验经》所说的 二十五位 二十五种圆通的 压俗的两个圆通 这些是我们 看了《经》之后 有个这样的意会 当然《灵验经》里面不会说 我释迦牟尼佛 是要给你压俗好戏 我们不用这麽想 他根本上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就这样 如果太详细 就等待在大世智菩萨念佛 圆通章那里 介绍出来 我已经讲过 大家可以在 online可以看到 大世智菩萨念佛圆通章 我讲得 挺详细 在这里 怎可以讲得这麽详细 因为我讲的是 《观无量寿佛经》 只可以若勒过 就不可以讲得这麽详细 哪个之中 也要讲一下 《大世智菩萨念佛圆通章》 最后的一句是什麽 我全部已经讲过 在另外一个online的lectures 好像有十讲 大概有十讲 大家可以 讲了也有 十三四个小时 大家可以 在YouTube也好 在我们的website 可以看 在这里讲最后的几句 甘于此界 涉念佛人 归于淨土 佛问圆通 我无选择 都涉六根 淨念相计 得三摩地思维 第一 原来大世智菩萨告诉我们 他最大的任务来到这个世界是什麽 就是涉这个世界的念佛人 要归于淨土 不要想这麽多 归于淨土 佛问圆通 我修行的方法 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没有选择到 六根六尘六色 我没有选择 我只是知道 我要刀涉六根 淨念相计 因为涉这个 苏婆世界 这一类的众生 一定要这样才可以 一定要涉持他的六根 淨念相计 这样才得到 Samadhi Samadhi 即是得到念佛三会 思维第一 我就是 集中这一样 就是这样 我们就讲了 这一句怎解 佛问圆通 我没有选择 即是我没有选择到第二种 我就是刀涉六根正念相计 得Samadhi 思维第一 大世智菩萨的根大圆通修法 是在五二十五位圣中属于七大的根大 根是六根 上面 又讲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十八界里面都讲六根 为何有些人会这样问 这是很好的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 外面又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这里 大世智菩萨又讲根大 是否重复 是否重复了 非 并非是重复 这里是讲六根里面的性 是讲的根性 就是六根的根 而且他说全部是说六根 并不是说眼根 独自眼根修行 耳独自耳根修行 而是他整个六根里面的性 一起刀涉了他的性能 刀涉了他的性能 因为灵兵里面说 一根清淨 其他诸根都还原 一根清淨 全部根都清淨 所以记住这样 就是根大里面 全部收六根 即是说统舍六根之性 见闻臭常觉知 眼可见 耳可闻 避可臭 舍可常觉 可触知 意会而知 若能都舍六根之性去念佛 不令六根攀缘六尘 而起贪掩就可以入到三摩地 如果能够 涉着六根的性 是涉着六根之性 去修行 就可以入三摩地 《灵严经》认为 一根还原六根都成为解脱 它叫做 解脱而六结 《灵严经》解脱六结 好了 什么叫都舍六根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要清楚 你又要上回我以前所说的 《大世智菩萨念佛言通章》里面 更加清晰 更加详细 这只是大概去讲讲 念佛的时候 能观之志 能观之志 能念佛的志 而政治能够 具足三心三要 和三慧 加上慈戒修福 就能够到舍六根 三心三要三慧 我在往生论都讲得 大概都很清晰 对我来说 我认为很清晰 大家尝试听 我往生论里面说 三心 三要 三心 信一族 三要 信 愿行 三慧 文所成慧 还有什么 施所成慧 还有 修所成慧 始终要持戒修福 你不加持戒修福 不能够到舍六根 当然你还要慢慢去听 为什么不持戒修福 不能够到舍六根 你不持戒修福 不持戒就是什么 杀生偷盗 邪淫妄语 等等你全犯 你全犯的时候 有因果 善因有善报 恶因有恶报 你不持戒 你连受苦也来不及 怎样都是六根 受苦也受不及 怎样都是六根 所以必须要在持戒的基础上 有三心三要三慧 即是 你未有三心三要三慧 之前或者当你做这三样的时候 在基础上 你先做一个好人 是指恶向善 你不指恶向善 谈不着修行 这是六根 六根之性 就是眼涉见 以涉闻 鼻涉臭 涉涉常 身涉觉 亦涉知 如果能够涉着六根 你就会静念相计 对 大概这样告诉你 什么是都涉六根正念相计 都涉六根正念相计 是 大世智菩萨 根大玄通念佛方法 八个八字诀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的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